凶兽 凶兽为什么来丢队 鲁龙府是块宝地 很少有凶兽保卖 名书门又多了一只玉琳 回去告诉你 她一定很开心 按展明手机记载 祖师爷的第一只玉琳 也是缝隙的吗 不过看形态 应该不是同一组的 祖师爷的风玉琳 名书门的灰迹 正是来源于这只新灵兽 了解 试试 挑战烟灵 三位少侠大驾光临 真是令韩舍彭必生辉啊 想不到几位看着年轻 竟能除掉这般棘手的凶兽 白某佩服 可真会打管枪 都督过誉了 不知几位失臣何处 如此修为实在不俗啊 只是个无名无姓的小门派 不足挂齿 禀都督 二爷和小姐的船 已经在码头靠岸 小 太好了 今天可谓是双喜临门啊 现有三位少侠 除去凶兽之功 又有吴家兄妹团聚之喜 请稍坐 白某这就着人 背下宴席 款待诸位 一来是为庆功 二来也是给舍妹洗尘 多谢都督美意 请稍坐 禀报将军 都督有要事与你 小妹 昨夜城中有偷马贼出没 军马被窃 我要即刻过去处理一下 你先会船舱休息 带二哥处理完后 一同回复 可是 好 只是丢马这种小事 二哥都要亲自处理 这么多年 他一直都没变啊 不过 正好趁着二哥不在 或许可以去银地那里探查一番 这个时候 要是月姐姐和阿游在就好了 大小姐 将军他希望您在船舱内等候 您还是 这一路太闷了 我想出去透透气 那我们护送您 我不喜欢被人跟着 你们放心 我只是随便走走 不会出城的 这 我 我 我说了不许跟就不许跟 是 客官 要不要带两条鱼回家 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 最新做的英雄也不撞 多起那条大鱼 卢龙腹 学会遇见之后偷偷回来过几次 但每次只敢远远地看一眼家 也不知道月姐姐她们现在在哪里 小小看一看吧 米粥 这里多了一个粥棚 记得以前没有呢 那个大姐好像需要帮助 这位大姐可是遇上了什么难处 帮帮帮我 帮帮我呀 帮帮我呀 我的相公不见了 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大姐你别急 慢慢说 我和我相公范氏宇 都是从南边逃难来的 那 他们也都是吗 对 对 我们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 鲁龙腹都督人很好 不仅给我们施粥 还允许我们做些杂活 挣点口粮 我相公不愿意总是靠救济度日 所以昨天便出去打听有什么可以卖劳力的活 我 可他 可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啊 阿宇 阿宇啊 阿宇 阿宇 你到底在哪儿啊 都怪你当年犯错 被开除军籍 不然 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不田地呀 大姐 你别担心 鲁龙腹我 来呀 咱先坐会儿 娘走不动了 哎 好 您先够了 等待着 看一看了 码头站到下面应该是货舱 经常有孩子钻进去玩捉迷藏 那位夫人的相公会在里面吗 我给他好好看看 这门怎么开着 平时应该是关着的吧 有人进去过吗 你是凡尸鱼 你中箭了 我先帮你简单处理 等等 你是他们派来的吗 是你妻子让我来寻你的 先让我为你治伤吧 这样就差不多了 这瓶药粉 是我一个金鱼艺术的朋友研制的 多谢姑娘 你怎么会藏在这里 说来我自己都觉得像是一场恶梦 我原是一普通士族 犯了错被赶出军营 家乡被毁后 和娘子一路流浪到了卢龙府 昨天路过白府马厩 无意间发现一匹我养大的战马 只怪我太好奇 拆开来看了一眼 因为内容与流民相关 又实在 我太慌张了 惊扰了士兵 里面说了些什么 这 我是仙霞派弟子 仗义住人是分内之士 翻打更有难处 尽管开口 看姑娘是很有本事的人 或许真的能替流民做主 这是军报 就交给姑娘吧 不过我本来是想毁了这封军报的 所以即使姑娘什么都不做 我也没有半句怨言 毁了 为什么 我趁夜色骑着马跑出来 本想逃出城的 但城门紧闭 我只能逃往马头 后面的卢龙君紧追不舍 我又中了箭 索性在这里弃马逃生 让马往北边跑 我自己往南躲在货站里 他们搜索过马头 还好我侥幸没被发现 我那时心中激愤 想着一定要让大伙都知道这封信的内容 可我在马头下躲了这一晚上 又冷又怕 想到我舍身成大英雄 又有谁会照顾我的娘子 我为别人牺牲却什么都得不到 那我何必要逞这个呢 我和我娘子都只是普通人罢了 在这个世道能活命就不错了 我伤口已经不疼了 都好了 昨夜那些士兵并不知道你的样貌 你的娘子就在周旁等你 会合之后就立刻出城吧 姑娘你也一切小心啊 百流民骗到长白山和军云中做矿业 他们竟 我一定要去找二哥问个清楚 小妹 你跑哪里去了 我正要派人去寻你 二哥 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了什么 你们片城中留民 去做矿义的事 胡说什么啊 我手上有一封大哥的密信 里面写得清清楚楚 你哪儿得来的 是不是和那个托马贼有关系 我不知道什么托马贼 我只知道 你们一直在草菅人命 这就是你对兄长的态度 那日你忽然失踪 我和大哥都快急疯了 寻了近乎一个月 始终没有半点消息 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大哥 都开始大发雷霆 怒视那群下人没用 可你呢 一回来就对着我们指手画脚 丝毫不顾念兄妹之情 大哥 这根本是两码事 我不在此处与你吵 先回家吧 有什么事 见了大哥再说 二哥 你们到底为什么 大哥 我带小妹回来了 小晴 阿游 还有月姐姐和修大哥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又是你们 快滚出去 怎么 那 墨晴和这几位英雄认识 墨晴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 什么英雄 大哥 这几人在仙侠派之时 就一直想阻挠我带小妹回来 还有 他们是扰乱军营的犯人 他们不是 墨晴 有客在此 不得失离 既然是墨晴的朋友 又是除了凶兽的英雄 那其中必然有误会 墨晴离家多年 我们兄妹有很多话要说 请几位 先在客房休息 我没事 来 回来就好 你失踪这些年 我们一直很担心 大哥 我当年 不是走失的 小妹 那天你们出征 我按不住好奇偷偷跟去看 不申被自家士兵的流屎误伤 是对方救了我 那时我才知道 大哥仅仅是为了获得他们领地的兵 也为了能有大量的奴力去造塔 就诬陷他们造反 借此讨伐他们 你是因为这个 就离家出走 二哥 难道你认为 这只是一件小事吗 这 这 这 他们是意图作乱的暴民 为了保护卢龙府 我跟大哥必须这么做 可是他们都只是安分手紧 开荒重地的贫苦老百姓 哪里像是作乱的暴民 他们因何获罪 恐怕是怀弊之罪吧 小妹 你在指责大哥和二哥吗 继续说 从小 我已身为白家子女自豪 白家领导卢龙君 从祖父辈就镇守边疆 保尽安民 我不敢相信 我们白家会做出这种事 那害人不浅的冰金筐 还是我发现的 所以我即便伤好了 也不敢回来 不敢见对百姓 如此不仁不义的白家 行了 小妹 别说了 大哥 不要再这么做了 好不好 我再次见到了他们 他们每天备受折磨 这都是我们白家造的孽呀 我不清楚你从仙霞学了什么 总归是些妇人之人 但小妹 你要知道 这世间永恒真理 不过就是弱肉强势 成王败寇 这个世道 若白家不够强大 明天沦为奴隶的 便是你我 裂捞乱军营 损毁兵金矿 私放矿裔 这些我都可以不追究 但白家多年谋划的大业 绝无可能就此停下 大哥 什么大业 一路奔波你也累了 先回房休息吧 你的房间 大哥一直叫人打死维护着 就是盼着你 终有一日回来 不了 这么多年没回来 我去祠堂祭拜爹娘 大哥 城中流明的事 已经被小妹撞破 我们 不在意 她年少不懂事 父亲一生即夜 怎能因她几句话就动摇 一切按计划进行 阿勇 你冷静点 别转了 头晕 冷静不了 好 刚刚侍女说大小姐还在祠堂 这都快半夜了 怎么小琴还在那儿 你若是放心不下 去找她便是 说得对 月姑娘 我会用银骨避开巡逻的人 神不知鬼不觉 这样行不行 好吧 我也担心秦妹 你去吧 若是有人来 我们帮你遮掩一耳 但记得 不可与白府巡夜士兵起冲突 多谢 月姑娘说别跟那些士兵起冲突 有了 正好带了银骨 可以引走那些士兵 银骨我带的不多 得省着点儿了 果然有贼人闯入 咦 被发现了 好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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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晴 小晴 阿游 你怎么会 小晴 小晴姐 怎么这么晚你还在祠堂 你可烦你了 没有 是我自己要留在这儿的 我很久没有跟爹娘聊了 说了很多 不自觉就这么晚了 如果心里还是难受 也可以跟我说说 我娘去得早 我爹又每天军务繁忙 都是哥哥们陪我 我很小的时候喜欢吃乙糖 可大哥管的盐 总不让我多吃 二哥就偷偷地藏着给我 后来我牙被粘掉了 一直在哭 二哥就在旁边大声笑 大哥气得不行 又舍不得凶我 就把二哥给打了一顿 还罚他抄了五十遍家规 二哥说 这可比练武累多了 我十岁那年爹去世了 大哥接过都督的职位 二哥也开始领兵打仗 他们就没时间陪我了 但是兄长们 是为了守护卢龙府的百姓 我真的觉得很骄傲 那次他们争讨叛逆 我实在是忍不住 跟着上了战场 然后我知道了 你根本不是什么敌军 我大哥为了强占领地 开采兵精狂 迫使当地的百姓做苦工 就以平定叛乱为名 出兵讨伐 当地百姓自足名兵 奋起反抗 那场混战中我不慎被流石所伤 你还受伤了 严重吗 我的伤病不严重 因为我被好心的民兵给救了 捡回一条命 可后来鲁龙军攻了进来 局面更加不可收拾 我跌落山谷中 被来查探战时的师父所救 但那时的我一闭眼 便是兄长们疯狂的眼神 于日惊恐之下 我说自己的村子遭遇战乱 义无情人 师父就将我带回了新下牌 莫不是 就是我们在客栈看到的那些矿衣 我甚至第一眼都没有认出他们 我大哥他 真的是很好的人 鲁龙府的百姓过得很好 很爱戴他 士兵们也非常尊敬他 可为什么 为什么呀 我想不明白 这么多年 我一直想不明白 我们离开这里 我带你回仙下牌 阿游 阿游 谢谢你 但我暂时不会离开 小琴 我想试试 能不能说服哥哥们 好吗 好 那你记得 不管你是走是流 我都会陪着你 嗯 都督已在前厅等候各位 请妹的大哥看起来颇有诚服 若他有意刁难 阿游 切记 不可冲动行事 当然 我 等等 为什么只说我呀 还有萧兄弟呢 因为师弟不会 因为师弟不会 上神不在民术门 原是在此 看来颅龙府凶兽被除去 也是上神的攻击了 这位是敖虚神尊麾下神将 特来人间除凶兽 斩天魔 哦 上神原来是神尊麾下 你知道神尊 卢龙府地处边疆 周围没什么修仙门派 是由我派维护这里的结界 因此 都督也知神尊之事 几日前收到都督来信 凶兽赤儒出没平凡 掌门师兄与我等 便护送神子至此 以神力加固结界 确保卢龙民众安全 小青也来了 为防天魔女趁机作乱 神尊此刻也在城外 他寻找上神多时 已有神谕相传 请几位前往仪序 墨晴 你随夜姑娘走吧 近日军中事物繁多 我与你二哥还有许多事要处理 恐怕无暇顾你 昨天是大哥把话说太重 你莫要往心里去 大哥 我没有怪你 而且 我也不想走 你是担心那些流民 昨晚我以命人安置好他们 至于那个逃走的 我也不会再追究 听说你离开仙侠派之时 也不是很愉快 之后亦可向师父报个平安 可是我还 听话 月姑娘是个稳重的人 小妹有时做事不稳妥 还望月姑娘关了几分 我与情妹相识多年 自会如此 那有劳了 上神 神僧和掌门师兄尚在等待 好 我还有事同都督商讨 恕不能陪同 稍后再跟上诸位 长老多礼了 我们走吧 大事之日将近 兵金矿金有缺损 还请都督多加用心 务须真人多言 白某自会做好分裂之事 若是有其他消息 我自会再派人去天使门传信 真人请吧 大哥 为什么要让小妹走啊 强留她在府里 搞不好会对计划有什么影响 岳青叔的理系我也知晓 他要是敢帮莫情针对我们 明术门就在孟章的眼皮子下面 孟章也不会干看着 况且 这计划如此危险 若你我失败了 白家总要留下一丝希望 大哥 你太过虑了 怎么会失败呢 我唯一烦躁的 就是小妹她怎么就不懂我们的苦衷呢 晓晴 你大哥怎么这么容易放你走 我也不清楚 我之前对刘明安置存有疑虑 所以想再谈神听她 不过听你刚才和白嘟嘟所言 似乎已缠了流民之事 这些流民 就是被骗来做狂人 过来 但是我大哥愿意放过那些流民 总归也是好事 晓晴 你真的相信她 此事已被情媚发现 若白都督还有计较 也不会再对城中流民出手 这条线索再查下去恐怕意义不大 眼下 还是先让师弟去见敖虚神尊和孟章掌门吧 孟章 上好的兵器 此等被骗之人 若能见到神尊 定要将她所作所为 悉数禀报 那是 秦妹 你把香囊拿回来了 嗯 二哥知道这是我心爱之物 便还给我了 您真有眼光 上好的 是的 您的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好的兵器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行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好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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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宵器 上萝ic 上网了 上网了 下装了 哎呦 你怎么知道线盟大会的 真是块好铁铁 这种事情只要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是这样的 老丽的美 老丽的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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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块好铁呀 人家都去码头看大侠客打凶兽了 你怎么不去啊 过日子 客人看中了什么就跟我说 要是我你去买绿色那把 看起来真不错 有多少我收多少啊 客人看中了什么 来看看行走江湖必备良药了 行走江湖要不能少 白家兄弟真是厉害乱世出英豪 相公 我在这 神尊玉掌门已在不年内相后 请上神独自面见 三位请随我一起留在此处等候 孟章 想冰封我 拒我生活的人 神尊 这是 身子冒险来此施展法阵 天魔女必会趁虚而入 若真如此 如只需靠近对方 这术法自有效用 是 孟章 如需协助修武 弟子定轻力而为 若天魔女出现 务必请上神保护好神子 上神与月姑娘同进同出 可有不便 没有 之前上神为何不用拘魂锁 是未寻到机会吗 那件邪物 不信 你既为神尊所趋 即代表神界 所作所为需明理支持 共生之术我会解决 此等下作手段 断不能再用 但 怎么 不 是属下走了 属下其实也并无伤害月姑娘的意思 只是希望她不拖累伤身 还望伤身害狠 梦章 你答应过我 让我见姐姐的 自是不会食言 小秋 你脸色好苍白 是生病了吗 没事 将神后会头晕无力 睡上几天就好了 如此耗费精力 除你之外 其他人就无法再请神 梦章说过 我是神子 是特别的 特别 什么意思 姐姐 先睡一会儿吧 人界的所见所闻 总是有些奇怪 神子的存在 在神界根本不可能 而且 凶手出自天狱 而天狱则属于 我到底是怎么了 竟质疑起神尊来 眼下重要的是 铲除天魔中 以保人界暗宁 好难受 天魔女 你果然来了 天魔女来了吗 是 小秋不要怕 跟在我们身后 我们会保护你 请没阿游 没事吧 现在已经好多了 你们可算来了 这曲子太厉害 天使门的人都中招了 现在怎么办 天魔女不除 难保子秋安全 且神尊命 我在天魔女出现之时 靠近她 若是如此 我以师弟前去即可 不 我要和姐姐在一起 月姑娘 就大家一起去吧 好吧 好 怎么办 祝你 来 小焦 你怎么了 疼 我能疼的 朱末之辰 请开 小焦 天魔女 久后了 好戏 同样的烟招 以为还有用呢 如这盼神打你不 神子 照顾好小秋 天魔女 还不快快伏法 你让你带走小秋的 让你 向天雷 天魔女 来吧 别躲啊 大神小火 上 别躲啊 交给我吧 神经就签 好 我吧 受不受就签 看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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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呃 你 紅 上來 來 給我 別躲啊 太阳妖魔了 不可惜 还想要 好 诶 这是我 来吧 青梁树 别躲啊 来吧 万物黄春 青梁树 别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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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分明是利用秀武去通归于尽 共生之术 将我生命令分给秀武 说不定能秀武 说不定能移植这个阵 师姐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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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走心 rodzajun they 啊 los吸引手 无私人 这分明是 degli晖子 열 我觉得应该有一切副堆国务就寅说好那你都是我对喜对咱俩人的灰赝 追击 追 都给我追 去追呀 把神刺追回来 去呀 掌门师兄 冷静一点 师弟 师弟 他中了剧毒 但分辨不出什么毒 我没有办法解 上神 神子被天魔众掳走了 快让他追回来呀 别碰他 阿游 还有什么办法 我知道去哪儿能救他 月姑娘 快把脚鳞放出来 你们要带他去哪里 阿 巧琳 走 混账 混账 神子 神子 神村 神村 神从 evap 神从 Medap 神经人 别动手 小姑姑救命 前辈请带我同去 我不可离她左右 小姑姑 她俩很特别 不能分开 我们也去 你给我在这儿老是待着 这里就能救修大哥吗 若是这里都不能解毒的话 普天之下 便没地方能救她了 只不过 这下小姑姑 不会轻易饶过我了 小晴 你怎么了 不知道 就是有些头晕 心慌得很 你之前周车劳顿 再加上和天魔女一战后 杀气入体 受了邪毒 不好办 你随我入村 找苏文长老 他擅长毒术 解这种邪毒 他心手念来 可是 你不是说不能进入村子吗 我不是很严重 没关系的 眼下也顾不了这许多 你这毒不尽快驱除的话 后患无求 他这个时候 应该在祭坛晒太阳 我们去找他 至少 我乖乖乖 这些植物看起来好奇特啊 大概是因为受到我们村 独有灵力的滋润 所以与外界不同 村周围的草木 都要比寻常的高大很多 这样我们村就不容易被发现 小秦 这里就是我长大的地方 你会想家吗 好像室外桃源一样 谁让我家给你了呢 你喜欢就好 我听奶奶说 冰糖葫芦 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呢 都好漂亮 与蜀中的知景 很不一样呢 这叫杂染布 小秦要是喜欢 回去的时候多带喜欢 嗯 我也想送给师姐们 那个有大石像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祭坛了 好有气势 素问长老好像就在上面 我们快过去 长老 阿游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姑娘怎么搞成这样 一言难尽啊 所以 这不是来找您帮忙了吗 老夫瞧瞧 不 好好 那开什么药呢 怎么 药方还要问老夫 出去这么几年 本事都忘了 是有些想法 但长老的方子 我不是更放心吗 从小就油嘴滑舌 那老夫更要考教考教你了 这病症已讲明 你收拾好药材之后 送到这儿来 那太费时间了吧 不然您先帮我把这个姑娘治了 又不是急症 一事半会儿也倒不了 要是这姑娘医好了 你还能老实让我考教吗 别讨价还价 有这功夫 你都回来了 女娲留下 我控制毒性 你快去 别让病人久等了 好吧 苏万长老还是老样子 那我还是快找齐药材 药方 应该是柴湖 前湖 川胸 止咳 枪活这几位 村子里大多都有 去找村人们借一下就好 何俩未来 这几年没回来 村的可是和以前一模一样 和你可是和以前一模一样 住先生人真不错 说的是啊 说的是啊 我听奶奶说 冰糖毒物可是世界上 就是这些了 快回去找苏文长老吧 长老 我回来了 您看看是不是这些 小晴 你的毒已经被治好了 先让我看看 你拿到的药材 倒也差不离 本事没丢 你刚离开 长老就帮我解了毒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 您老身上有药 还叫我去找 考考你不行吗 老夫要回去休息了 你们就在此等桑梅吧 是 也不知道秀武兄弟的情况如何 哦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姐 你在哭吗 我是高兴 你得救了 人高兴时也会流泪吗 此为喜极而泣 表明他非常在乎你 我也很在乎师姐 你 你说什么呢 你是我师弟 我关心你是应该的 谢谢师姐 我也会永远保护你的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这毒 你们如何会种此毒 说来话长 阿游说只有这里能解毒 你是神祖 阿游的判断倒是没错 如果他不回村子 你早就没命了 毒性如此强 对 此毒名绝名便是神魔也不敌的几毒 就出自这里 但绝名也只拥在此 你们会在村外中招 十分奇怪 此地是独障权 你知道独障权 是阿游说的 神农九泉之事 在神界并非机密 前辈 阿游未说过任何事 方才 是我初次听闻独障权一词 这小子做事还算稳重 小狗兄弟 太好了 小狗兄弟 你没事了 阿游 在 小姑姑 我 一回来就愁眉苦脸的 想什么 还躲 知不知道家里多担心你 这么久信都不卸衣服 还好意思回来 小姑姑 你到底是想我回来 还是不想我回来呀 别打了 疼 疼 好了阿游 肚子里的孩儿 也不愿看到娘亲生气吧 她是 你是阿游吧 常听你姑姑提起你 这是我父亲助您 还不快叫姑父 等等等等 成亲了 没想到母老虎也能成亲啊 是不是心里说我什么呢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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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你带朋友先回家歇歇 等下来我这里 跟我说说外面的见闻 擅自带外人入村 你应知道会怎样 前辈 请让晚辈承担惩 我知道 多谢小姑姑救我兄弟 先去我家休息吧 前辈说的 善待外人入村 别担心 不是什么多严重的惩罚 但 但是也有惩罚吧 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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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